4月23号 微博先热的花哨3 终于揭开神秘面纱迎来首播 在首期节目中 经历了残酷的导游对决之后 兵分两路的花哨团 大部分抵达了冒险之旅的首战巴西 经过一路颠簸 七人花哨团抵达巴西里约民宿 分好房间后 导游景博然和会计江书颖 组织大家开会 共同商量剩前攻略 并达成了能舍舍舍 有计划的花钱的共识 好说这史上颜值最高的花哨团 开启了巴西最疯狂的冒险之旅 到底走上了怎样史上最守前的道路 也是要捞捞蛮期待的 而除了省钱攻略 在首期节目中 含笑半步颠 不笑不走路先生杨阳宥宁 完全颠覆了以往的硬汉型男形象 卖力变身 搞怪演义老奶奶嗓音 真骨敬勃然 据节目组爆料 在节目中被大家称为杨妈妈的她 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技能上线 而首战来到巴西 海滩秀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花儿们的魅力无限的身材 号称海滩挂的杨阳宥宁 上演的花式冲浪吸睛直足 熟练的动作 潇洒的身姿 让花哨团的成员大呼 超级帅 某格拉新闻 演技精湛 冲浪狂人 全能杨妈妈在花哨3中 还会解锁什么技能 均请期待4月30号晚 22点湖南卫视 花儿与少年3冒险季 当然某果TV也会在次日零点 全网首播 我到